欢迎来到尬信仰 我是天主教会台北总教区 牧林浮传处青年组的若桥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天主教会炼灵乐小科普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主讲人呢 是我们天主教会圣言会的八明治神父 你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会分享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刚好我们在11月份了 然后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可能就是会问说 就是什么是炼灵乐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要去祈祷啊 我们要去做些什么 比如说去墓园或者是教堂 特别为罪私以往的一些弥撒 那我们就 我曾经就是跟我的朋友们 分享说哦 我就是 这个月就是我们教会就是 一纪念我们以往的亲友恩人的月份 特别纪念他们 平常我们都会 但是这一天 这个月份我们特别去思念他们 特别为他们祈祷 然后他们在听到这个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时候 他们就哦 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就忘记祖先啊 或者是走了就走了那种好像都不曾思念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这是叫可能是一个误解啦 但是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就也蛮感动到他们也不是教友 所以他们就愿意跟我们一起就是在我们的礼仪当中去为以往他们的以往的亲友恩人祈祷 然后他们自己也感觉到那一份平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真的很需要就是我们或多或少一定会遇到离别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真的会一定会有哀伤一定会有不舍 然后甚至可能更糟的状况就是一直陷入到那种情绪里面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有一个天主 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让我们的这些亲友恩人们他们虽然已经走了离开我们 但是他们去到天主那里天主会照顾他们 有那种盼望 所以但是在分享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会问说恋灵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是恋灵月 然后又因为我们就说可能11月 现在11月到11月1号到8号 就是特别在这段期间教会有说 我们如果去墓园或去教堂 特别为以往者祈祷 然后有相关的得到全大社的一些规范 我们都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教会就是跟我们说 天主会给我们全大社的恩宠 然后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全大社 可能不只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 不认识天主教会的朋友会问这问题 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天主教会青年当中 这个名词就是常听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好像不知道从何讲起 所以想邀请神父跟我们分享这个主 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更好的去分享这些好消息 然后让别人觉得 哦这个很贴近我们的生活耶 其实我们想想着跟我们每个人都 好像也很有关系 谢谢罗晓的音言 我觉得的确好像你要解释一个东西 又丢出一个要解释的一个名词 实在是需要一点 快点时间去去探索这些问题 因为跟生死离别 还有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有关 那首先你问的是这个列宁月的由来 应该是说教会在发生的过程中有一些节日 还有一些纪念日 那在11月1号是教会一个很大的节日 诸圣节 也许各位观众朋友比较知道万圣节的这个 其实诸圣节跟万圣节是一样的意思 所有圣人的节日 我们就是纪念所有的那些 跟天主有良好关系 非常好的来往 相信天主而且侍奉他的那些 我们的典范 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 圣人们圣人圣女 他们的节日 所以我们就庆祝他们的这个胜利 看的那个 好像就是庆祝在天堂的 这些所有的 我们的成功的那些弟兄姐妹 那葛天呢 葛天是追思以往的一个纪念日 那个时候我们就纪念其他的跟天主有一些来往 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洁净自己为了见天主 所以这里可能已经丢出了一个概念是说 为了去天堂 其实人需要一些准备 当然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他是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能够获得永生 这个是都不变的道理 都完全的正确 以及非常的重要 但是耶稣的救赎怎么来到我们身上 那就是有不同的方式 我们专通的有所谓的圣事 就是洗礼 圣喜圣事 还有其他的和好圣事 我们跟天主重新的和好 这些都是怎么那个耶稣的救赎来到我们身上 我们怎么接受他的那个恩仇 我们怎么接近自己的心灵都有不同的一些可以说一些管道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些人他们的在死的那个死的时候的状态是沿着上他们的方向 因为大体上有两个大方向 要么就是地狱要么就是天堂 这个是大方向 死了之后 那有些人他有这个大方向就是这个天堂 但是呢他自己还没有好像做自己的功课 因为天主他也是慈悲的 也是怜悯我们 也是关恕我们 但是同时他也有这个正义的一面 也也希望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说达到一些 嗯 一些要求 或者是一些标准 或者是一个更好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性的一个状态 才能够真正的去接近他 去去去去去去天国嘛 也许用人间的某些比喻 假如你今天要去见总统的话 嗯哼 你会觉得可能是很特别的一个荣誉 那大概你的整个的表现 穿着各方面都会跟这个你所感觉到的会有一些些的搭配 嗯 所以你大概不会穿一个那个现在就很流行的那个 破裤 破裤的那个还是什么样的很漏的迷你曲呢还是什么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 为了尊重这个你所要拜访的人 好像就是要稍微整齐一点 哦 当然就是你还是可以打扮得漂亮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 大概会拿捏一种 嗯这个适合这个已经不适合的那种 所以你也不会去脏脏的一定不会去脏脏的一定不会去脏脏的 或者是各种这样的状态 是因为你尊重你白方的对象 我们去见天主 他比所有的总统都伟大得多 嗯 所以我们到天堂的那个时刻 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准备好去天堂 对我们来说好像那个天堂好像变成一个炼狱 会变成一种痛苦 因为我怎么敢在这里出现呢 我都都还没有准备好自己 好 所以天主在他的慈悲以及正义的这个前提下 他赐给我们这个时间 为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人 呃 赐给这个时间或者是这种一种进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叫这个就是炼狱 嗯 所以他是暂时的 他不是永恒的 他是暂时的 而且所有的在炼狱里面都一定会去天堂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上下文 嗯 所以在11月份 因为追思以王跟这个有关 所以其实后来就整个月份都变成 我们说追思以王月或者是这个炼灵月 那炼灵 那个灵是灵魂的灵 所以就是说在炼狱里的灵魂 就是等待那个进化的过程做完 而可以去完全准备好自由地去见天主的那些弟兄姐妹 嗯 嗯 那这里就涉及到 呃 所谓的 大赦 你前面也提到了 呃 有全大赦 仙大赦 但是我们先 而不去分那么多 就是我们先说有一个所谓的大赦 嗯 这个其实也需要很多的解释 这个其实也需要很多的解释 因为 呃 我们也许 已经知道就是天主持灵魂我们 宽恕我们 也许我们已经听过就是在洗礼我们的罪都赦免了 在和好生死我们的罪都赦免了 那 那拿来的一个大赦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需要很多的解释 嗯 那我们 我们就可以一起看一些 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都是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它的整个的逻辑 因为它是有很很 符合圣经 还有符合我们人生的经验的一个逻辑 所以 第一个 呃 我们可以说一个原则 是 呃 呃 醉过后 其实 留下一些后果 我这个生活中的例子 就是真的是为了让它非常清楚 嗯 假设你今天开车 嗯 今天开车 然后在路上 也许是一方面 你不小心 也许没有很专心 或者其他的原因 你就撞到一个 气脚踏车的人 嗯 那这个人他就 他就跌倒了 你赶快就是停下来 开始就是 关心这个气脚踏车的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受伤 什么的 哦 还好 他没有什么严重的 受伤 而且 他是一个 非常 乐意宽恕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会跟你说 没关系 发生了就发生了 我宽恕你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你装了他的脚踏车 他的脚踏车有一些损坏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后果 这个人他宽恕了你 但是 这因为他宽恕了你 不代表他的脚踏车 马上修理好了 嗯 其实你还是有一种责任 因为你撞到他了嘛 你还是有一个责任去 修理店 而且去花这个钱 这个时间去修理这个脚踏车 这样子 除了你的 我们可以说 你的 罪 也就是说得罪这个人 把他从这个脚踏车摔下来 之外 你还会处理他的那个后果 嗯 对 那当我们讲这个大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讲那个后果 我们是讲 我们罪过之后 其实留下了一些 要处理的东西 有时候比如说这个 要处理的东西是 嗯 有些人可能对酒精 曾经有 有很大的依赖 就是说所谓的酗酒的问题 那 我们也相信 他们透过 比如说家会的所谓的和好圣识 告诫 他们可以获得赦免 但是他们还是要去面对 对一些后果 嗯 就是他对那个酒精的依赖 依恋 他还是要去面对 他还是要去克服 或者是他造成的 也许因为他酗酒 他的家庭有很多的一些伤害 甚至于他的家族都会有一些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知道虚酒的那个家族 其实也通常都很辛苦 那我们很重要的是 就是 其实这些功课 这些依恋 这些后果 我们 都是要在这个设计上去处理最好 嗯 就是我们不要等待以后 我们在这个设计上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就是好好的处理这些我们所有的 因为罪过而来的这些后果 那这个就是大事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一个 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东西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一个 也是回到耶稣的救赎的这一块 我们这里很清楚的讲的是 就是我们人间就是去处理那些后果 是已经获得了宽恕 已经获得了宽恕 因为那个所谓的跟天主永远分离的那个后果 也就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放大罪 我们真的是跟天主有很大的隔阂的时候 只有天主才能够处理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宽恕以及处理 我们人在怎么做 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想 其实都无法处理 只有天主才能够处理 但是我们讲的是那些其他的 就是除了我们跟这个天主那个最基本的关系 以及我们获得罪恶的宽恕 特别是大罪的宽恕之外的那些后果 其实还是可能存留 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消除他们呢 这个就是大事 OK 那这里可能又提一个 也许可以提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 就是达威王 达威王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以色列的国王 在圣经里面在撒摩尔记下第十二章 有他的一个故事 达威王其实很成功 也是很聪明 但是他也是人 所以他也犯了一些罪 而且一些很严重的罪 有一次他在他的王公散步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女生洗澡 后来就是贪恋了他 跟他发生了关系 那时候天主派遣了一位先知 去算是去责备他 因为达威王什么都不缺 他太太也一点都不缺 其实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 达威王在当时就马上忏悔 这个是达威王的一个优点 就是虽然犯了罪 他知道怎么忏悔 他不是一个不懂得忏悔的人 甚至于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他写的圣勇 就是很多都是忏悔的圣勇 包括圣勇第五十一篇 在圣勇第五十一篇 他直接忏悔他所犯的这个罪过 所以他很诚恳的忏悔 但是我们要注意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那时候在罪恶中所怀孕的这个孩子出生了 但是出生之后生病 达威王为这个守栽 他还以为就是还可以把这个情况给转过来 但是其实最后没有 虽然那个先知跟他说天主宽恕了你的罪 但是呢 那个孩子最后还是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最后的赦免跟他一些后果 我们又看到那个差别 所以他的罪可以赦免 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受一些 我们说一些痛苦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进化自己的一种过程 那因此他也就这样子学到了一个功课 就是说罪过 不只是要跟天主求 其实罪过是很严重的一个不略关系 而且他有他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要千万千万避免 再来一个原则是 有时候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谈到的事都是 我个人做了什么 是我跟天主和好然后处理后果 但是教会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层面是说 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处理他们的后果 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你对自己负责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但是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 对这个也是我们关心的 特别是我们家人故事 是不是我有某些方式是可以帮助他 对 那这里又有一个原则是说 天主有时候因为一些人的缘故 其实他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那这个的例子 在玛窦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 我们看到有一个瘫痪的人 然后有四个朋友就是抬着他 然后他们因为不能进去 他们必须从屋顶把它拆下来 然后把它直接就是追到那个耶稣前面的 完全就是破坏整个的气氛 整个的注意力都现在转向就是 就是耶稣会怎么跟他互动 跟这个瘫痪的人 那耶稣第一个所说的话 就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 但是圣经也很清楚的说 耶稣也看到这些抬他的人的信的 当然他也看到那个人的状态一定也是 但是他也看到这些人的行为 以及他们的整个表现跟信的 因此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好像我们在别人处理一些状态 特别是这个后果是可以有一些分享 是可以有一些参与 所以这个就成立了 那再来可能再深一点的一个事情是说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大事 或者是这个跟我们现在的 在第二十世纪的我们怎么连接起来 就是耶稣两千年前 然后达威王可能更早一些 然后就是各种的我们还是可能有点连不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耶稣他给教会权柄赦免罪过 那也许这个已经有很多的节目有关 和好生事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说耶稣的确给教会这个权柄 那你想想看 那个和好生事他是赦免这个很严重的 那个我们可以说跟天主永恒的礼别的那个后果 那既然耶稣给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权柄 那更何况就是处理那些剩下的那些后果 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假如已经有这个大的权柄 那一定也有这个 耶稣也一定给教会这个处理那些后果的那个权柄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说 耶稣给教会圣免的恩典 他也一定给他处理这个所谓的后果的这个所谓的战法的权柄 所以因此我们是多过教会 他所分发的去领受 去领受 那我们可以自己领受 或者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 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恋灵月 追思以往月 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这样子去领受这个恩典 所以神父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让我想到 之前我在看一本教会的一些书籍啊 也曾经有一些书就是谈到关于不死的灵魂 他这一本书里面有谈到 他就是采访了一个修女 他就是有这方面的恩宠 就是天主让他可以帮助练灵 为练灵祈祷 那里面有很多小见证和分享 就是他怎么去帮助练灵 做这些小刻苦 比如说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他在祈祷的时候 然后突然天主允许某一个恋灵来找他 一个某一个已亡的灵魂来找他 然后跟那个修女说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跟我的家人说 在我的柜子的哪里有一个钱 那个要帮我还给谁 就是一个 这个这么具体 这么实际的一个行动 然后甚至是为这个灵魂 就是另外的故事是为这个灵魂 就是祈祷然后帮他受一些苦辛苦 就是可能他就是会有一些痛苦 就是灵魂被烧的那种痛苦 所以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一小时 然后他就说 修女就想说 平常就是祈祷一小时 应该可以吧 也就很愿意也就答应了 结果当他答应的时候 当然这都是天主允许的状况下 就是他就发现那一个小时 简直就是 像是好几千年的感觉 就是这么的长 就是非常非常的疼痛 但他是他愿意写出来 分享出来 就提醒我们在世的人 就是警醒 警醒然后善用时间 善用机会去 港神父讲的和好啊 然后宽恕啊 或者是 能够在县市做点什么 小刻苦啊祈祷啊 能够做就现在 在这里做 在县市做 是一个小时 但是为那些灵魂来说 他们的那个 在炼狱中 在进化的过程中 那个 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 因为看到那个爱 充满爱的天主 然后再看到一个不完整 没有那么充满爱的自己的时候 会 会有一种羞愧感吗 就是会有一种 觉得 我怎么能够 我怎么配得的那种状态 就是上神父讲到就是 感觉好像没有准备好 要进入天国 但已经在那个状态下了 所以 但那个 对那个爱的渴望 但又见不到的那种 那种 燃烧的那种感觉 这是那种 也是 一种炼镜的过程 那种痛苦 就是 渴望但是又 害不到时候的那种状态 可以这样子去 去 体会一些些 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 一个 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 一些爱的的行动 比如说为他们祈祷 就是念玫瑰经啊 或者是念慈悲串经啊 就是 慈悲串经的主要架构 就是在讲耶稣的死亡 祂的受难 祂的圣血 圣体 整个身体为我们牺牲了 求天主看在耶稣的牺牲的份上 饶了我们吧 宝宝 是我们 整个导词的意象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他们 就是 我们可以帮忙的 比如说在弥撒当中 神父们也会 特别为 所有的王者祈祷 特别请求天上的圣人为我们祈祷 就是 那种感觉好像是密切紧密在一起的家人 不论你认不认识 只要都是天主的孩子 都是一块的 一起的一个家庭 就是 天上的圣人为我们祈祷 然后 我们为 我们也可以 分享我们的一些小小 天主给我们的恩仇 然后我们可以说 天主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 拿去 分享给我的 我的 姨王的亲人 或者是你觉得更需要 在此时此刻更需要的 在 姨王的 恋灵的灵魂 希望他们早生天国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件事情吗 就是 他其实 是彼此分享天主的恩仇 然后就是 譬如说 爸爸给了一块蛋糕 然后 看到很优秀的姐姐 就是 就是 也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礼物 然后说 嗯 那我吃 也 我觉得我这一小块也就够了 所以剩下这些 我给我 觉得更需要的人 所以 可以这样子去 分享这个恩仇 我可以这样理解他吗 我这样理解很恰当 因为我们说 因为耶稣的 他跨越了那个死亡嘛 他他复活了 所以他 就是那个所谓的死者跟 生者死者的那种 以前的隔阂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就是他真的是跨越了那个死亡的门 所以我们跟他们有更多的连接 无论是圣人或者是连灵越 其实连灵 我们 现在已经是在更密切的相处 那其实在很多文化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就是说 我的王者好像就在我旁边 对 其实 其实也可以说 那个概念 我们是很接近这种概念 是王者跟死者 其实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在耶稣基督内的确是一家人 那我觉得你分享的那个 有关那个渴望 也是非常的好的一个 不只是比喻 是一个事实 因为你在 已经在天堂的门口 已经那么近 但又不能进去 那是多大的一个挣扎 那在练狱 已经没有 没有像我们在世上的分析 我拿手机 可以整天画手机 我们已经没有这些分析了 我们已经唯一的渴望就是天主 没有其他的 但是又那么近 又得不到 其实是我们可以想象 是多大的一个痛苦 其实多大的一个 进化的一个过程 的确就是这样子 那 那 其实有关这个 像比如说 大事的一些方法 我再 如果 事件允许的话 我再回到一下 那个就业里面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基督徒 其实从教会的一开始 就已经 为这个 王者祈祷 已经有这个习惯 但是 其实我们也发现 犹太人 在靠近耶稣的时代 已经有这个 复活的概念 所以他们也 也知道会有来生 他们也会 进天国 就是 进天堂的这个概念 都已经原则上 已经建立起来 但是有发生了一个 一个故事 是在 耶稣 还没有出生前的 差不多 一百两百年的 那个时代 那时候 犹太人在一个很大的 压迫之下 那 犹太人 就是 以色列人 他们有一群人 在一个 叫 就是一个 一个领导者 一个领袖 在他的带领之下 他们就是会 维护自己的信仰 所以为了这个 去 去打仗 因为 有人就是真的是 强迫他们 甚至于杀害他们 那他们就是要为这个 站起来维护 那发生了 一个 事件是 他们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 发现那些死亡的 那些士兵 他们带了一些 就是 一些类似 护身符 就是 不是犹太人 就是犹太人 禁止 佩戴任何的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那个是来自外教的 这个是跟天主完全无关的 甚至是 可以说违背天主的心意的东西 那他们 他们这些士兵就死了嘛 所以他们好像看到 好像 似乎也是对他们一种 似乎一种惩罚 但是那个 麻加勃 也是在我们圣经里面的 麻加勃 麻加勃下 第十二章 他就在描述这个故事 这个麻加勃他就下了一个结论 他是说 我们现在来募款 然后把这个钱送到圣殿 然后为这些故事的士兵奉献祭献 因为那时候 犹太人有一个圣殿嘛 就是在耶路撒冷 他们会先牺牲嘛 就是有动物的牺牲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 面柄啊什么的 有一些植物的牺牲 那么 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称赞他的这个行为 是说 他这样做是为了死人的复活 就是他称赞这个行为 那按照逻辑 这个我们虽然还在犹太人 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里面 但是 按照这个逻辑 如果这些士兵在地狱 那为他们献这些牺牲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从那边不会出来 如果他们在天堂 那他们已经不需要了 那因此就是按照逻辑的推论 应该有这个所谓的 我们现在叫他炼狱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进化的一个状态 是这个牺牲为他们 会有好处 因为他们虽然就是犯了一些罪 但是 马家伯认为他们的罪 可能还是可以赦免的 就是他们的罪 没有严重到完全跟天主断裂关系的 那因此从这个故事 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 不只是早期的基督徒 其实犹太人已经有这个概念 对